手拿金檢 南方澳大橋同車儀式 蔡英文 蘇貞昌一刀剪斷 紅絲帶 但兩人互動可不能斷 我要感謝蘇貞昌院長帶領的行政團隊 積極的協助詹後的重建 三年前就橋斷 蔡總統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要求全力救災 蘇葵開口闢口都是謝謝總統 蔡英文也謝回去 蘇貞昌致辭完走下臺 不忘向蔡英文鞠躬致意 謝謝總統 就連離場都要黏梯梯 不到二十四小時前 兩人才在國產米活動合體過 雖然同框但卻站在左右側 隔著一個大米篩 兩人從頭到尾沒講半句話 因此被說互動冷冰冰 蘇貞昌澄清他可是暖在心裡 我和總統 人是沒人在擺 不關西就要談各種國家大事 到彼此對於各種事情的看法 互動從來不斷 外界要怎麼看 其實都是不同的眼鏡 都是外界想多了蔡蘇 體制堅若磐石 如果大家要就我和總統之間還來要做各種文章 那其實是大可不必 因為總統跟行政院長的辛苦彼此最清楚 換格聲浪不停的敏感時刻 兩人兩天兩度同臺 但面對九合一敗選後 從黨內到黨外不間斷的檢討聲音 蘇貞昌也只能感嘆 但是實在這麼重的檔子 要優雅一點有時候也很困難 近期我李嘉賢 郭英廷 吳安琪 採訪報道